夠早約行下個星期放水的機會大不大? 歐元又會不會一月預期繼續下跌? 今集請來嘉運香港首席經濟及察律師 梁家聰同同同同同同同分析一下 KC你好 大家都猜歐洲下禮拜可能會放水量寬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大家都看應該會的 對,廣會放,廣會放,即是接種 法律上好像沒有問題 對,法律上沒有問題 也說買高評級的那些 現在的具體操作未知是怎樣 大家合錢買,還是歐洲銀行 銀行賣,覆蓋,包括國債 還是高評級的算額 出入不是很大 對市場來說也沒有什麼分別 對市場來說是他買不買,他做不做 他做就知道他做什麼 那分別不是太大 之前說德國那些也不太想 也不太想,會不會有一個拖拖呢 現在德國自己通脹都下跌 其實在這個位置反對的理據是比較弱 很多地方都有通脹下跌的問題 經濟增長不是十分標青 按道理他都可以做 反對你也要先拿理由出來 如果理由不是太強 我想他也會照去的 總之就不用理會買什麼 總之就是買 會不會一次過賣光 還是分開來購買 其實也沒有想過 有什麼叫購買光 即是以前購買的 那些購入貸購或是用監量 那些購入貸購 就很容易購買光 如果他放寬到市場 高评级的债资产都可以买 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但买来也没用,当然是另一回事 如果买国债就正劳一点 但不同国家的国债的评级不同 息率也不同 那谁买多少呢? 德国的国债的评级很低 其实不用找人买 有很多人买,11亿港自己买 希臘那些可能需要人买 希臘买多少,德国买多少 你坐在10多20人,就去争取 如果按GDP比例去分,当然是德国买最多,希臘买最少 但你这样做就不会用 成效不大 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买多些 比重应该按有问题的严重程度,越差越多 出来的结果未必是这样的 可能会贫者越负,贫富者越负 如果希臘买最有问题的,买得德国那么重的比重 那你真的买完 那你说真的? 嗯 是 没那么傻,所以现在 究竟多少买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几惡搞的问题 是 如果你有多几类的,有国债,有企业债 有其他类型的债 那你究竟那个比重有多少呢? 是 那他实稳不告诉你 他不告诉你,他的市场又断股了 到时看看哪里有本事 那个不明朗或双条会大了 嗯 不过都是那一句,你买了都不关什么事 因为那些市场其实就 除了国债之外,其他外界未必很有关系 是 外界可能参与会市比较多些 可能是传统的国债市场多些 那你现在一落到去 Coverbonds,ASB等 就是这些之前他有卖的东西 那你外面其实不是太多侵略者 但其实这次这样放水,解不解决到问题 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问题是通胀低的 那你要知道通胀低原因 是 通胀低原因就是油格跌 所以解决问题当然是买油 不是买债 但他们应该不会买油吧 想不及了 其实可以的 要找一个地方放 最大的问题是这件事 是 或者是危险品 要找一个地方放便可以 但如果这次放水 勾完后应该继续下跌 会否再跌到很深的水平 是否会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有没有底下看得到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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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然后就见底 然后就见底 一到远 是 但昨天欧朗又和这个欧元 突然间要脱欧 其实是否也预示到 欧元会跌得很厉害 还是因为已经太长时间 所以这样做 我想 他预计了欧元有机会是 怎么说呢 是因为希腊 团欧可能急射 如果希腊说要脱欧 其实他实际上是脱不了的 是 或者也说过了 是要用你的欧元不进 但是叫脱欧那一刻 他可能令欧元扔下去 扔得很急 那你随时又不需要这么交关 你不用陪他一起死 是 是 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 你预期有个 几不明朗的情况出现 不如我先走了 他脱欧 不关下星期可能两宽 所以令你勾完跌市 就怕希腊脱欧 他两宽会拖低他 但两宽相对有秩序 如果希腊说要脱欧 可能没有什么秩序 可能好像昨晚美金对水落 那样下跌 是 或者好像努布那样下跌 那就是 我想 你随时 正正常常 没有病没有痛 无谓 无谓找这些东西搞 待会他跌 你又陪他跌 突然直觉地跌 那是什么跌 本来没有东西 没有需要 黏着一块有东西的东西 他现在一直 央行长也说 一路捍衛 一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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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买得一副 买得一副 买得一副 那地利用得一副 都不断贬值 那你自己有仓的资刹 都不断贬值 是 没什么数 如果是这样 希腊只有一月的事 你又觉得 应该不会脱欧 無法脫鉤,最終會脫鉤 希臘這件事會怎樣影響歐元 我不明白他怎樣發行新貨幣,是要的 你有公信你一定要,我明天發新貨幣 你不可以,你不要 所以應該要貼住歐元 你不能不讓他用歐元,他一定要用 他又要用,他又要盤屁,又不還 他都知道,他賴得皮,他都知道自己是賴得皮的 他是要用,他是不還,你就真的咬他不入 現在你外面也知道,德國那些也知道 所以不是經常吐他,但你吐他也沒用 對,就是這樣貼在這裏 總之,預計下個星期歐洲會放水 歐元繼續跌,美元應該會夠升 然後油就… 照看就是這樣,不過有時候 你真是放水,又不及預期 其實反彈也未成功 因為你跌了,我說1而已 我沒有說今年到 那個位應該是1、2、3年後左右 不是現在的 你跌到1、2、3年後 這個很密集的區域 是 以前很多時候反轉都在這個區域 1、2、3年後 1、8年後面世價 所以他隨時反轉不及 這些東西,你瑞朗這樣插發 可能是低了,做了低 哦 即是美元對瑞朗,U對瑞朗 可能做了低 已經做了低 不及的,通常都是這樣 綁你剛剛去到過半,又是齊頭位 澳洲又差不多80 大部分東西都去到一個很正確的位置 連油價都適合到四十五個半 那些升跪那些位置 那你真的借一樣東西 反轉不出奇 但是你說市場就沒有預期 見不到有什麼預期 可能放多少 因為他現在做什麼都未清楚 很難預期 現在市場所謂預期 都是那些貿易商人 那些貿易商人 都是唱的 那你知道他做什麼 你才可以唱多少 譬如說你以前的QE 那些QE 那你知道他買什麼 你才可以談 現在就是未知 那你現在正在唱他做什麼 而不是唱他做多少 是 總之下個星期就看著放不放 應該有 應該有 2個EUR5 甚至他真的賣牙 差不多知道 甚至可能公佈了 揭曉了之後 那些東西有機會反轉 這個我想是要留意的 可能反而 歐元下個星期有機會再彈 因為如果你一出了消息 你沒有不明朗性的話 那些東西就未必會 現在跌是跌那個不明朗 但是這個彈也是 叫做 反彈 反彈 之後也會跌下去 彈不再跌 好 你當彈也去2、4 1、2、4 好 明白了 謝謝